大宝法王慈悲开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今天是菩提大登论的第二堂课 上次提到我们这次课程 是从比较基础的内容讲起 所以我觉得既然有这么好的机会 我想要尽可能地讲得细致完整一点 这样会比较好 那么在进度方面呢 就稍微慢一些 但是呢在论诸当中提到的或者是相关的每一个佛法中的概念 要点我都会尽量地讲得仔细深入一些 对初学者来说的话 这是一个很好的入门课程 而对那些学过一些佛法的人 可能有些概念 理论学得比较零散 或者说是不够严谨 那这应该是一个可以把这些基础知识都整合完善 而且更加详尽的全面学习的过程 总之呢 就是希望通过这次的这个课程 大家都可以对佛法有一些比较正确和规范的学习和了解 那么上档课呢 我们讲到了这个 在宗科普大师所写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当中 说明了为什么菩提道等论 相比于其他的阿迪西亚尊者所说的这些 所写的这些著作 更为殊胜的原因 之后呢 又讲到了相比于其他的佛法论著 登论为什么与众不同 这里列举了四个原因 来说明这个登论的特别之处 第一点呢 就是它包含了 包含而且融合了 佛陀的一切法教 让我们了解到 无论是显密 还是大小寸法教之间呢 都是不违和 而且都是相辅相成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解这个登论 不同于其他论著的第二个特别 我们通过学习它 能够让我们认识到 其实一切的佛法 其实一切的佛法 经典和论著都是实际修行的口诀 具体来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佛经当中说 只有佛陀能够完全正确无误地告诉我们 取舍之道 也就是能够成就战事和究竟利益的方法 那么佛所说的这个经典和秘序 当然就是最殊胜的口诀 但是呢 像我们这种凡夫俗子 无论是智慧也好 还是这个理解的力都非常有限 所以呢 基本上我们很难凭着自己的能力 通过个人的这种独立思考 去了解和通达这些经论的内容 所以呢 就为了能够就是更加的透彻 更准确地去了解的话呢 我们就得通过 这些那些往昔古德圣贤 所留下来的这个论著和口诀 来帮助我们去了解 这样就会很容易的 这样就会更加容易 更加简单 而且呢 我们还因此能够更加直接地 掌握和这个抓住 那些经典秘序当中的这个精髓和关键 要不然的话呢 让我们直接去看佛经或者一些论点的话 可能就会很可能 就很难看懂 那别说是实际的操作 所以这里有点像是比如说现在的这个科学名誉啊 有些学者呢 就有些科学家们呢就做研究 发表专业的这种学术性的著作 另外呢 还有一些科学人员呢 他们在做的这个事情呢 类似这个教育的工作 他们主要是来教授 引导他人走进这个科学领域的 所以呢 他们撰写的文章啊 就比较类似科普教育和应用这一方面 那么往昔这个佛陀古德的这些经论呢 就有点像是专业科研论文 而这个口诀呢 就有点像是科普教育一类的这个书籍 所以呢 让我们这些可能还算不上是精通佛法的这个初学者来说的话呢 直接去读那些高深的啊 学术性很强的著作 会有一些吃力 但是呢 如果我们多学习那些科普啊 教育类的这些从书 就会容易啊 简单的读 所以呢 就是口诀呢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经常啊 都在说啊 也就是说要找一个上师在他面前求得口诀 那我们想想 那我们想想真正的口诀啊 是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什么叫做就是说啊 甚深的口诀呢 那口诀呢 当然了就是当我们学会了这些口诀之后呢 如果可以更可以更清晰和这个透彻的去了解佛陀 古得们的这种古得们的这种教育 而由此产生病解 这就是真正甚深的口诀 换句话来说 就是我们可以借助这些口诀来让我们彻底通达佛教经论啊 从而切身体会到这些经论所阐述的这个教法 原来是这么的正确啊 这么的实用 有时候就想起这些经论中的话的时候呢 会突然感觉会突然感觉到啊 没错啊 这正是这样啊 或者觉得啊 这个经典里面说的是非常大伟 非常精辟 如果让我们心中可以由然而生 这种对于佛法的强烈的构名和赞同感 那么这才是真正的口诀 应该起到的作用 和会得到的效果 达到的效果 那么反过来说 如果我们学到的口诀 并没有让我们产生一种对经论啊 更加的笃定确认的感觉的话呢 或者说是让我们觉得更迷茫啊 或者更困惑甚至说它可能都不太符合经论中所说的内容的话的啊 内容的话呢 那我们的可能就要小心一些 也许需要迷茫的这些苦诀啊 另外呢 另外呢就是一提到这些经论啊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啊 这都是一些非常笼统啊 概括性的教法 甚至说只是为了啊 偷宽知识面而讲说的啊 而那些真正的核心 关键的修行的秘诀啊 那些可以真正让我们就是要到病处 一针见血的那些深深教法 则是另藏他处啊 隐蔽在什么不为人知的地方 如果有这种想法 那可能就是我们太不了解经论啊 到底是什么 这种想法是不正 其实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 而且会出现办法的情况 啊 所以说呢 就是阿迪夏尊者的这个弟子 有一位弟子啊 叫做善知识南丘巴 他曾经说过这么一个 这么一句话 什么是对口诀真正的融会贯通 并不是说你对手掌心那么小的秘诀 产生了某种定解 而是说你终于开始认识到 原来所有佛陀的法教 都是针对我们修行而给出的教授 所以呢 就是虽然佛法啊 涵盖了我们修行所需要的所有的教授 但是呢 它一定不只是理论 更多的是就是告诉我们 很多如何去应用的内容 所以呢 我们说这个佛法当中 包含了两个部分 两大部分 就是教法和正法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教正 世经菩萨所写的这个阿比达姆 句说论当中 佛正法有二 为教正为体 为教正为体 有迟说行者 此便住世间 这个白话来说的话呢 佛陀正法的本体分为两种 一种是教法 一种是正法 如果有人能够去正确的演说 开始佛陀的正法 那么佛陀的法教 就会留住世界 而如果有人能够依教奉行 将这些理论进行实践和应用 那么佛陀的正法就能住世 所以说呢 这个佛法是由教正两者构成的 而且是同等重要的 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呢 教法是什么 就是 教法就是教导 教导我们如何去修行的方法 比如像是一些道理理论 类似学术的东西 比如所有的这些经论 点击等等 都可以属于是教法 那么正法呢 就是把教法里面学到的内容 应用在生活当中 融入到我们的内心 转化成我们的观念和习惯 让我们可以生起一种觉寿 把我们的这个思想行为 渗透 行为都渗透和契合佛法的一种感觉 也就是说 把学到的这种佛法知识 用在自己身上 有了体悟 这就是正法 所以简单来说 教法就是教给我们 取舍之道 正法就是在我们的生活 就是生活当中 实实在在的 按照它去取舍 哪怕只是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呢 基本上呢 就是时时刻刻都会面临着无数的选择 甚至包括说每一句话 或者考虑今天想要吃什么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取舍 所以生活中的这个取舍呢 不仅仅是跟那些大的决策有关系 也不一定是跟我们认为的 就是跟佛法有关系的事情 才有关系 其实呢 我们的每一个念想 思维中很细致的一些念头 都是需要去练习进行取舍的 而且呢 有一个重点是 取舍并不是说 按照我们心中觉得那个对的事情 或者说是想法去判断 而它是需要去符合佛法的道理和教授的 这就有一点困难 因为我们一般都会觉得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就是对的 但是呢 在学习这个取舍之道的时候 我们要先放下我们自己的这种观念和立场 主张或者主见 要首先想想佛法是怎么说的 佛法是怎么教我们的 然后自己去参 去做梦 去想办法 呼应符合佛法所说的内容 这才是将佛法融入到生活 如果我们一直坚持着自己的这种观念 始终都在做自己觉得对的事情的话呢 那这个跟这个修行师其实也没什么关系啊 退一步来说的话呢 如果我们的所想所做的事情 真的都是对的话呢 那就没有必要我们去学习佛法了 也没有必要去追求什么解脱了 因为我们已经解脱了 我们已经 就是有点像是成就了 所以呢 我们还是要经常去反观自己 一定是自己的一些理念 想法不太正确 我们才需要修行和学习佛法的 应该是我们学习 所以应该是这样吧 虽然这个不是 就是我说的那么简单 但是我们也要去试 噶丹派的祖师 詹姆敦巴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平时学了很多法 但到了真修实练的时候 还要去找别的办法 那是不对的 这个呢 就有点像啊 我们比如说我们学做菜 比如说菜谱或者教学视频 就像是佛经论典 是教证 那么我们得亲自下厨 亲自自己去操作 实践 去做这道菜 这就是正法 那好不好吃呢 就是有点像你的境界 所以呢 要学会做菜 只上谈兵是不行的 就算是把这个菜服倒背如流 也是你没有办法吃饱的 得要自己真的去厨房 动手练习 才能真的学会 这就是修行 接下来呢 就是登论的这个第三个特点 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他可以让我们直接领会 或者说是体会到佛陀的秘义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的去明 去比较容易的明白 但佛陀的这个观念 到底是怎样 或者说是 他的用意是什么 那当然呢 这个佛陀的这种观念和思想 当然是非常深奥 不可思议了 但是呢 由于这个登论 它囊括的这个内容呢 非常的广泛 又很完整 直直观要 所以呢 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的 体悟到这种佛陀的秘义 具体的原因和内容 秘义 但是呢 具体的这个原因和内容呢 我们就是先不要 就是先不要多说啊 后面我们随着这个登论的学习呢 就会越能体会到这一点 所以呢 我们就这里就先不用 多做解释 然后呢 再来就是这个 登论的第四个特点啊 嗯 概括来说就是 它可以让我们自然而然的避免和消除一些很甚深的罪业 慎重的罪业 什么叫做慎重的罪业呢 啊 这个《妙法莲花经》当中说过啊 假如我们不认为 假如我们不认为所有佛法都是带领我们直接或者间接的成佛的方法 或者说甚至认为就有些法是成佛的办法 而有些是障碍成佛的 或者有些人认为啊 佛法是有好坏之分的 或者 合理或者不合理之分 有大小之分等等分别的 或者说是甚至有些人认为啊 有的法是菩萨应该去学习 有的法是 菩萨呢 就根本就不用学 那么 这样就会容易造成办法罪 这里我们要注意啊 这里说认为佛法有大小乘之分 或者说大小之分 就会造成办法之罪 指的不是说我们去这些分类佛法的意思啊 我们去这样分类佛法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如果有些人认为啊 大小乘有高低之分或者尊卑之分 啊 或者说是有看不起轻视小乘 或者对大乘有一种优越和这种骄傲的 想法的话呢 啊 这样就会造成就会 啊 办法罪 大小乘之间呢 只是他们的这个 针对和啊 对象的目标不同 而针对的这个对象和目标不同 小乘呢 只要针对的是自己的解脱 而大乘呢 则侧重于这个众生的度啊 他们在这个承登承担或者说是责任不同 所以呢 两者之间的其实并没有好坏或者优劣 或者高低这样的分别 如果想要学习佛法的话呢 啊 啊 你想要有所成就啊 啊 更要就是利益终生的话呢 那么就要就是两者兼备啊 缺一不可 那么讲回这个登论的这个特点啊 这里所谓的这个慎重罪行啊 指的就是舍法办法的这种罪行 那么为什么它叫做啊 慎重罪行呢 因为办法的这个罪呢 比五五间罪更加深重 所以呢 我们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当然呢 会导致我们误入办法歧途的这个原因呢 啊 原因的这个动机呢 可能会有很多种 但是呢 主要都是因为 刚才啊 我前面所讲的这种 对于这种教法跟传承 啊 心中持有偏见 甚至发生这种分歧或者争执 这样的话呢 就会容易造成棒啊 这种棒法的啊 重罪 所以呢 如果我们通过学习登论啊 而了解其中所讲的这种 所有佛法都是互相融合 而不相违背的这种观念和道理的话呢 慢慢就会产生一种 一切佛法都是相辅相成的定体 啊 如此以来呢 就是呃 呃 这个方法这样的这个重罪呢 就会自然就不会发生 所以这就是他的一种特点 以上是我们呃 就是登论相比于其他的这些论点 呃 与众不同的四个原因 也就是四个特点 那么了解了这个登论的出生之后呢 啊 接下来呢 我们应该要讲讲这个 他的作者 阿底下尊者 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 这阿底下尊者啊 也知道他在这个藏传佛教当中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是呢 他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啊 那我们得要先了解一下 藏传佛教的这种历史 背景 比方说啊 佛教是如何传授藏地的呢 啊 又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阿底下尊者啊 不远万里的来到藏地 广传佛法呢 我想 如果要 更深入深入的去学习这个藏传佛教 了解他的这种一些渊源和历史 我认为是十分有必要的 我们从这敦煌遗址中出土的一些类似中藏对照的文献当中呢 我们发现那时候把藏文的佛一词呢就翻译成中文的吐蕃 有的时候呢 我们在一些有关这个唐代的文献当中会见到类似大波国或者有些人念大藩国之类的这种词汇 所以这个不指的就是吐蕃 大呢 就是有点像是一种尊称 有点像是大唐啊 大明啊 大清啊 这样的意思 那么吐蕃这个此具体的这个源流呢 我们还不 还不是很清楚 虽然有很多说法 但都算是猜测 总之呢 在很早以前 大概是在公元前一世纪左右啊 西域有意 古国称为吐蕃 他们那里呃称国王为蕃蕃 那蕃蕃呢就像是大多数国王一样啊 属于是施洗制 那么到了公元七世纪 七世纪初的时候呢 吐蕃就出现了一位历史上非常著名的蕃蕃 呃人们呢叫他松曾干部 当时的汉帝呢 正是唐朝初期 那么说到这个松曾干部呢 他的这个功绩有很多 比方说啊 他在位期间呢 不断的对外扩张啊 政府了周边的很多的部落和藩树国 完成了土土国土国土国帝国的第一次统一 而且定都于拉萨 不仅如此呢 他也进行了全国性的统治管理革新 比方说他完善了整个官吏制度啊 啊 还有呢 制定和颁布了法律 法律 为了繁荣经济实行了 这个 军田制等等 不准 总之呢 他对当时的这个土博的发展 发展和进步是功不可没的 上述的这些 叫什么 上述的这些伟业呢 虽然就是非常重要 但是呢 那只是比较一时的影响 他曾做过两项大业 这是真正对世世代代的后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哪两项呢 一个就是他创造了藏文的文字 那个时候的这个藏文呢 只有口语交流啊 并没有自己的文字 于是呢 这个松生干部 派 就特派学者 远赴印度 升藏 然后呢 回到土博 经过多年的这个研究呢 最后创造出了一支 沿用至今的这个藏文文字 那么说到松生干部的第二项大业呢 就要谈到佛法 但是 关于这个如何传 佛法传入到这个藏地啊 啊 这个话题呢 就众说纷纭啊 有很多说法 但是呢 一种比较有据可循的说法认为呢 佛法是由松生干部引入藏地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方面呢 那时候呢 那个时候的这个土博啊 西陵 印度 东陵 唐朝 而这两个地方的佛教都是处于非常新盛的时期 所以呢 那松生干部有可能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另一方面呢 由于他迎娶了文成公主 文成公主呢 就是来自于大塔 而 那么 那自然是推崇佛教啊 所以呢 也有可能正是因此啊 让松生干部对这个佛教产生了进一步的好感和亲切 总之呢 松生干部决定将这个佛教引入到藏地 而并且开始建立一些寺院 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佛教啊 在土博也是刚刚兴起的这种阶段 然后呢 并没有成为主流 所以可能并没有像现在这么有规模的这个寺院和僧团 也许那个时候呢 只是建了一些类似于比如说 祭拜祖庙啊 这样的佛殿 专门用于这些占卜或者一些皇亲贵族来礼拜 还没有建立其藏人自己的孙团啊 或者说这种学院 那么 刚刚提到文成公主原家土博啊 传说 现在 拉萨大昭寺的这个祝福佛 也就是 啊 佛陀的这个十二岁等身相 啊 就是 他 架装的一部分 不管怎么说呢 啊 至尊求佛佛在藏地啊 世世代代的都是藏族人 最 啊 这个 尊敬和膜拜的对象 很多藏族人医生当中呢 如果 有心能够不远万里的朝拜一次 啊 也就死而无憾 他可以说是藏地最重要的 啊 最重要和最珍贵的一尊佛像 那我们回到接着讲这个松箴干部啊 自从这个佛教引入土博之后呢 在松箴干部之后的就是 嗯 嗯 四人 啊 三部都推崇佛教 直到 赤松跌尊 啊 这个 直到赤松跌尊 也就是松箴干部之后的第五代 嗯 那时候就佛教在土博受到了冲击 赤松跌尊呢 这个生于公元742年 然后呢 在755年的时候继位 他继位的时候呢 就只有13岁 嗯 那时候就唐朝呢 正值这个安时之乱 嗯 所以呢 他在位的这个三十 在位三十 四十二年当中呢 啊 唐朝先后经历了四位皇帝 从这个唐 玄宗啊 李荣基到这个 德宗李氏 总之呢 这个赤松跌尊登基的时候呢 比较年幼啊 只有13岁 所以呢 基本上在当朝的这个 那些宰相大臣来掌权 啊 那那些大臣 很多的大臣呢 他们不太喜欢佛教 他们说这个佛教啊 啊 不是我们的就是 啊 祖宗的这种啊 信仰的 就是我们的 不是我们祖宗信仰的 祖宗的信仰 所以呢 就是不适合我们藏体 然后呢 反正就是有种种原因呢 那些大臣们呢 就是啊 就是打压佛教 啊 不仅颁布了禁令 而且驱逐了啊 有些 有些 当时在就是土拨的啊 外国的高僧 啊 拆毁了很多的寺院 并且呢 那连这个九五佛都移出了拉萨 啊 虽然呢 就是当时这个 这个 就是年纪上轻啊 啊 但是呢 他也隐约感觉到 这个先帝 啊 他的这些啊 啊 爸爸 爷爷啊 这些先帝们啊 都推崇佛教 那肯定有啊 有原因的 所以呢 就是佛教 并不可能 就是 那些大臣们 所描述的那样可怕 于是呢 他就 就 慢慢的就是 啊 对佛教有兴趣 啊 然后呢 就后来就是 他 请了一些老师 然后呢 学习 和了解佛法 后来呢 就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 这宋天在 也慢慢的就是 就是 有机会就 清正 那些好像是 那些 不喜欢这些佛教的 那些大臣 也 慢慢的就是 啊 离开人世了啊 所以呢 就是直到这个公元 769年的时候 他终于 镇压了 反佛教势力 接着呢 就 先是派使者去大唐 取经 学法 后来呢 又 签人去 请来了 当时在尼泊尔的 啊 当时住在尼泊尔的这个 著名高僧 晋户大师 这个晋户大师呢 他是学士渊博啊 啊 精通鲜密 尤其是中官派的 著名学生 所以他抵达啊 啊 吐蕃之后呢 受到这个 赤松点子的拥戴 并且呢 啊 受邀传罚 然而呢 那 那个时候啊 吐蕃发生了一连串 莫名其妙的灾火啊 比如说 当时有一个呃 有个宫殿被 呃 洪水冲走了 还有 不达拉宫所在的 洪山 呃 呃 被雷呃 被雷批 呃 呃 等等的祸事 所以呢 那些 还残留的 或者说是 还是不喜欢 反佛教 就是不喜欢佛教 反佛教势力的 又开始 啊 煽动民心 啊 养言啊 这些 呃 灾祸都是 由于信奉佛教啊 就惹怒了 或者说 触怒了那些 呃 吐蕃世世代代 祭拜的神明 呃 才导致的 所以都是佛教惹的祸啊 迎来的灾难 啊 搞得人心惶惶 然后呢 这个战破也没有办法 无奈之下呢 这个 至宫殿战呢 只能把禁后大师 送回啊 啊 尼泊尔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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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呢 这个禁后大师呢 就告诉 赤松天赛 啊 如果要平息在乎啊 复兴佛法 让这些人就是 心服口服 那你也需要请一位 就是说 呃 有 具有大威力的 也就是要有神通的 这么一位 呃 就是大师 那就是什么呢 那那是谁呢 那就是 莲花生大师 他就是现在这个世界上 啊 他是就是呃 最有力量的啊 就是人 所以你一定要请他 才能可以 就是 复兴佛法 所以呢 不久呢 这个赤松天赛呢 引起了莲师 进葬 那莲师的故事呢 啊 是非常非常精彩精彩的啊 而且呢 我相信很多人 也对这个莲师有非常信心 所以呢 莲师在吐蕃如何降服群神 重振佛法的呢 那我们下周继续啊 所以呢 啊 今天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兵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2年 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由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 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 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物命的方式 来推广 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 共有四处圆区 新北有一处圆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 在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务有 一 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 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 耶护经费 带国外僧众寻找 护取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 应生未生胎儿的 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2021年 节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取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普门品 恭请赞山法师 赞江法师 赞同法师 共同主法 日期2月13日 星期日 正月13 时间上午9点 地点 屏东庙云寺 屏东县万丹乡 新安村 大兴路175号 恰讯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静邀菩萨参与熏席 同瞻法义 共睦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 佩戴口罩 Good nouveaux I'm Doctor Tiana Tao Happy Lunar New Year everyone It's a special time of the year when family and friends gather and celebrate To keep yourself and your loved ones safe We kindly ask you to abide by CDC guidelines for Covid-19 including wearing a mask outside your home, frequently washing your hands and following contact tracing rules You are prohibited from leaving your quarantine location at any time if you are under quarantine or isolation We recommend you utilize video calls to wish your loved ones a happy new year If you develop any COVID-19 related symptoms such as a fever, respiratory symptoms, diarrhea or a loss of smell or taste please wear a mask and seek medical attention right away Let's work together to stop the spread of COVID-19 So we can all celebrate this joyful holiday and welcome the year of the Tiger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dishes, a bowl of soup, a fruit, and a cup of coffee In Taiwan, there are many creative recipes that have made new creative 原來聯合蔬食為了推廣素食廚房裡的兩位主廚是很大的資產 我很單純的就是說讓這個便當菜看起來都是天然的食材 然後再加上看起來它是一個新鮮的不是一個暗沉的設定這樣子 在食材的搭配顏色上面我們當然有去考慮到怎麼搭配才能讓這個顏色塗出來 我們都是會把它設定越來越精緻越好讓食物吃得開心 然後又要以天然為主 主廚的用心看得見 主廚的用心看得見 今天公開不藏私料理 開放點菜囉 今天主廚要教我們三道菜 第一道百葉蘆筍捲 我們今天做的是百葉蘆筍捲 這個百葉就是整支下去滷的 滷的時候不能蓋鍋蓋 用醬油、油膏、沙茶、辣豆拌下去滷的 我們滷好了以後就要先把它冰起來 冰起來最好是冰個冷凍 冷凍它就會變得比較硬 它這樣切起來的時候它會比較完整 食材有百葉、水蓮、紅椒、火腿、滷水 再把百葉切薄片 水蓮是要捲外面的 所以要先墊底 那捲的術意之下就是溫柔 輕輕的 然後要把它收緊 這樣就可以了 簡單的食材搭配 一道手工菜 百葉蘆筍捲完成了 緊接著第二道菜 黑胡椒、椒白筍 有別於市面上的做法 我們現在要準備切個花刀的 為什麼要切花刀 我們切花刀就是因為 可以讓醬汁更入味 而且又可以讓它比較美觀 這個尾巴這邊是很老的 我們去頭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削皮 它這一段會很老 這個就看起來很老 用指甲牙一牙就知道很老 削皮留嫩的部分後 對半切再來刻花 穿燙半熟 保留食材味道 先熱鍋 熱鍋 熱鍋 熱旁邊 中間就會熱了 熱中間旁邊不一定會熱 好 熱鍋熱好了 這時候關火 下奶油 這個奶油是植物奶油 植物奶油 因為我們是做全素的 這時候要拿起來 下黑胡椒粒 把黑胡椒粒的香氣炒出來 炒香之後加入沙茶 番茄醬 炒香 沙茶不能炒太久 因為它會 會有那個膠味 炒香之後加水 煮滾 加香菇粉 少許醬油膏拌勻 下椒白筍燒 奶油加下去 它吃起來口感會比較滑順 所以吃起來會 有那個奶香氣 湯汁收乾 開始晃鍋 增加鍋邊香 這可能需要一點技術 準備起鍋 排盤 帶有奶香氣的黑胡椒 椒白筍完成 剛開始我踏入素食 我其實也 也算是覺得有點困難 因為沒有肉 沒有肉可以去搭配 然後蔬菜在旁邊襯托 以素食來講 你要整個都是蔬菜 蔬菜跟其他不同的素食的食材 下去搭配的話 就比較困難 但是就是要發揮一些想像力 這樣子 還有創意 我們師傅就是 就是他的這個想像力非常豐富 創意非常好 所以創造出很多外面沒有的特色料理 素食需要推廣更需要傳承 聯合蔬食種廚 凌容育與主廚吳燕葉 成了亦師亦友 相互切磋 研發彩色 來到聯食種廚總要度一手 今天為各位來示範一道香菇 我們把它做成不一樣的形狀 一般香菇的話 一般人都拿來炒或是來炸 我們今天示範一種比較特殊的造型 到底香菇會讓頂種廚改成什麼造型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香菇去蒂頭後燙熟 然後我們現在要把它切出形狀 把它對半切 但是我們不切斷 好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把一邊切成角 一邊把它切成觸角 就是類似這樣子 然後我們再把它捲起來 因為香菇它本身有很重的菇腥味 有的人直接吃的話會覺得味道太重 所以我們這邊加一些嫩薑絲去壓它的味道 好然後再來我們就是把它捲起來 然後怕它撐開的話 我們暫時先用牙籤固定一下 好把它固定住 這樣它的形狀就好像很像一隻章魚 然後好了之後呢 我們下去蒸 大概蒸個五分鐘 它就會定型了 蒸了五分鐘的香菇小章魚 把牙籤拿掉 可以擺盤了 我們擺盤的時候盡量把 那個觸角把它張開 這樣形狀更立體 這是一個很特殊的造型 我們做廚師的精神就是說 希望把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弄成不一樣的形狀來呈現 讓大家視覺上享受一種比較不同的感覺 擺盤可以自由發揮創意 總主廚採用天然的食材 今天放了一隻紅蝴蝶 最後淋上自己喜歡的醬汁 搭配香菇小章魚完成 零主廚做素食姻緣巧妙 進餐飲業二十二年一開始接觸就是素食 進廚房就是開始摸素食了 我從來沒有摸過婚的 我不是科班出生的廚師 然後經過長時間 下來我覺得我必須 如果要跟別人不同 就是我有兩大方向 第一就是朝向手工菜去邁進 然後第二點就是說 去做一些異國料理 比較不同的那個外國風 所以我自己就去上網 於公於三每個國家去把它輸入 它有什麼比較特別的美食 因為我們都有背包客去國外旅行 他們回來都會分享說 這個國家有什麼東西 有什麼東西 所以我就每一個國家去輸入 有沒有背包客分享它 去這個國家吃到比較特別代表的東西 像我查到英國的時候 它的第一名就是炸魚薯條 然後第二名就是別人 然後第三名就是牧羊人派 他其實是一個很可怕的一個人 怎麼說呢 因為他是一個非常good力的一個人 假如說我今天早上六點到 他就五點 我五點他就四點 所以我們就比早到的 然後就是一直在拼就是說 要怎麼創造新的菜色 要怎麼樣讓聯合的菜色變得更好 做蔬食是使命 亦是一種傳承 怎麼樣去讓這個蔬食不再像以前那樣子 以前人家印象就會說我進到一個蔬食店 就是一個蔬的味道 為什麼呢 因為都是一些假魚假肉 這些東西其實是加工品都很不健康的 時代跟著再變 這個蔬食它也進化得很快 我們一定要跟隨時代的進步 所以我們一定要去用天然的食材以外 然後怎麼樣讓它這個菜更有現代感 這就是需要看每個廚師他的用心度了 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我們怎麼樣去思考說 讓它有一個不一樣的視覺呈現 像剛才我們示範的那幾道菜 都是以這種精神下去開創出一個不一樣的菜 要讓吃素人更能吃出健康美味以外 讓其他的吃婚的去改變對吃素的刻板印象 讓他願意來吃素 代表我就成功了 即使他一個禮拜吃一天 甚至吃一餐都好 那我們做蔬食 就對整個社會有貢獻了 蔬食需要推廣 堅持蔬食更不容易 這個堅持只是為了您的一餐如素 變心滿意足 假的天使 假的天使 會 protons Hasan Sh 側的天使 General 如果你漫無目的 你將浪費人身之暇滿 亲吻的人们 此时此刻 立定决心 我们的心顺习万变 它唯一不变的 是对世俗诱惑的 强烈执着 在我们学会控制念头 在我们的心 获得真正的定力之前 我们的信心 一定会犹豫不定 并且容易为了 没有意义的活动 而分心 浪费生命和修持佛法的 珍贵机会 把修持佛法这件事 拖延到明天 等于是在持续拖延 直到死亡来临为止 受到信心的驱使 猎人 齐仁瓦 共伯多杰 告诉密勒日巴尊者 我决定开始修持佛法 但我必须先回家 和家人告别 之后 我将立即返回 密勒日巴尊者 打断猎人的话说 现在就下定决心 倘若你回家 你的家人 会费尽心机 要你改变心意 你就不会回来了 如果你想要专心修持佛法 那么就要及时及行 猎人绕坐了 后来成为密勒日巴尊者 最具正量的弟子之一 借入落入犹豫不定的陷阱 投入全部的心力 专心一意的修行 不受任何其他想法的干扰 吃树的心是快乐的 护身的心是感动的 念佛的心是平静的 不持的心是感恩的 生命电视与您心心相细 接下来请收看 大宝法网 悦物教员记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菩萨界 发菩提心 领受菩萨界者 有三种选择 第一种 是还未完全准备好 领受菩萨界 却有心想要帮助 利益众生成就佛母 这也具有很大利益 第二种 真的就是一种誓言 也就是发誓 在未证菩提之前 都不损失我的菩萨界 这样也是很好的 第三种 实行菩提心 也就是不仅是发愿 具有怨菩提心而已 而是要在未证悟之前 例如 往昔的菩萨行持六度万恨 我也如是而行 这就是在愿菩提心帐 再加上行菩提心 你可以自己选择 要受哪一种菩提心界 但如果你往昔接受过菩萨界 就无需选择 若首次受戒者 则可自行选择 并跟着念诵 发菩提心祭文 直至菩提藏 归命诸佛前 法及菩萨重 如是已归命 如席诸善事 先发菩提心 赴次循序网 菩萨诸学处 如是未立身 我发菩提心 赴于诸学处 四地请修学 如果你是第一种选择 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只是领受发起菩提心 就不需特别持守戒律 就没有戒律 但若发愿要持守 第二种选择 愿菩提心戒 最主要的戒条 就是必须做到 不舍众生 第三种选择 行菩提心的传承 有中观或为师等 有菩萨的十八种 九种或十种等根本堕罪 当然最好可以全部持守 不然可以按照各自传承来做修持 总之 若发愿持守后 就要对愿菩提心戒 及行菩提心戒等学处为何 去做学习及羞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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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在平静 在我们还没伤害别人之前 自己的一念诚恳心 其实你先伤害自己 我们会睡不安稳 吃不下饭 所以说是先伤害了自己 当我们伤害他人时 是透过生语之作用 我们之所以会对他人造成伤害 主要是因为先有新的思想 才会做出生语的补善业 因此我们要尽量让内在平静 这是大家都应该注重的 我会做出生语的补善业 这个声音是否也会做出生语的补善业 是否也会做出生语的补善业 也会有新的补善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光明的心 如果修行能具有光明的心 就算明天会死亡 光明的心是不会死去的 死亡时也许会失去一切 色身以及财物都会消失 但光明的心和宁静会一直陪伴你 但如果没有修行 没有光明的心 看世界都是负面的 觉得什么事都冲着你而来 连看自己都只会看到负面 生命就会变成一场 自己对抗自己的战争 生命就会变成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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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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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佛法 生命的一场 生命就会变成一场 生命的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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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就会变成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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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就会变成 生命就会变成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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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成一场 人的一场 能够自尽其他人就会变成一场 能够自尽其他人的一场 最直接最简便的 就是身理佛 口持诵佛号 心念佛 当我们三页 都与佛法界相应 相信我们的生命 时时充满如佛陀般的美好 所以在这个新年的时候 祝福各位观众 生好 口好 心好 并且致敬其意 能够相续念佛 祝福大家一定有一个美好的年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 阿弥陀佛 我们一起来学习佛学的名词 什么是过堂 在佛教的寺院丛林里面 我们认为吃饭 防废道业 为什么 因为吃饭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挑了 这个好吃 这个不好吃 但是呢 因为我们是凡夫 我们又不能不吃饭 所以我们把每天的早餐跟午餐 称为过堂 我们过斋堂就像是船过水无痕 一样呢 我们只是进去里面用餐 但是我们不吃分别心 不分别菜的好坏 就像是船过一样 我们只是进去里面用餐 而且不起心动念 所以 什么是过堂 在丛林里面 过堂就是吃饭的意思 但是我们一定要想到 我们对食物不起执着 这就是过堂的意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